那接下来咱们说一下这个问题 是否是多线程的爬取要比单线程的要快 即你前一天写的那个程序 多线程是要比单线程要快吗 同学们说的直白一点 是的 为什么呢 你不是说有圈解析锁吗 他不是说只能保证一个线程在多么多吗 其实他有个特点 什么呢 他会在合适的时间转换到其他的线程里面去执行 我打一个比方 我打一个比方 我接下来呢写了一个单线程的一个程序 比方说这是咱们写的程序C 这是那网站的一个服务器 你写了一个单线程的你过去爬 你把请求发过去了 请问同学们 单线程是不是你在这个地方应该就说的更直白一点 你是不是就receive 是不是在这个地方等到数据到来吧 那么数据呢 他会经过一段时间还会过来 你说没错吧 那么我现在就产生了一个问题 我能不能把 我再去等待对方给我回数据的这个时间 我用来去做别的事情呢 你看啊 单线程就这样的 我爬完一张 我才能爬下一张 我爬完一张 我才能爬下一张 没错吧 这个数据没来 我就发布了下一个 因为我又receive 所以receive是堵塞的 默然 那么在这个地方 多线程 他会怎么的呢 我接下来是要爬取数据的时候 我一看 我接下来不是掉用receive吗 receive是一个堵塞的函数呀 他需要等待某个条件买乌呀 所以这怎么办呢 这个时候 你虽然有GRL 但是GRL 它只能保证 同一个时刻 只有一个线程在做 那么我这个线程 刚刚一定要receive 好了 不做了 把这个控制权交出来 请问让GRL 再让另外一个线程 再去把这个请求发走 那么大家想 这个数据在过来的期间 是不是这个线程 是不是也在receive吧 那么我可以把这个事件 也给它利用起来 请问我接下来 我再去发一个请求过去 这可以吧 那么大家在想 我单线程的时候 我是必须等着那个数据过来 我才能继续下走 比方说这个时间是五分钟 比方说这个时间五分钟 你去国外 爬这个数据五分钟 那么我是多线程的话 那么请问 第一个程序是五分钟 但是我一看 我接下来要堵塞 我可以把在五分钟之内的这个期间 我拿出来 我接下来再发走一个请求 我接下来再发走一个请求 那么大家可以设想一个场景 是否我可以理解为 我刚发走这个我要等五分钟 我一看五分钟太长了 我赶紧把这个再发走 我赶紧把这个再发走 请问我接下来差不多就会再等五分钟左右了吧 因为你每一个都都五分钟 OK 如果要是单线程一共等多长时间 至少是五分钟 因为我发一个回来一个五分钟 再发一个再回来一个五分钟 再发一个再回来五分钟 但是我如果是多线程的话 大家也没发现一个特点 你这个地方是要等五分钟 但是你刚要等时间的时候 我立马把这个请求发走 我立马把这个请求发走 那么请问是否我可以认为 差不多他们三个一起发走了吧 那么这个时候 他们五分钟的时候回来了 这个五分钟回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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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家也没发现 差不多都是五分钟一起回来的呀 那么这个时候效率不就快了吗 听懂我意思了吗 所以说多线程 其实在网络程序这个地方 还是要比单线程要快的 那么你也没意思 还是要比单线程要快的 那么它到底什么情况下 是有它的缺点吗 在这个地方简单说通吧 一个特点 所谓的这个加L 它的这个效率低下的问题 是哪个地方能够体现出来 有一个东西叫做计算密集型程序 有个东西叫做IO密集型程序 那么计算密集型是什么意思呢 打个比方 我给大家举个例子 如果VRM02 我把这两个县程要做的事情 这个地方换成计算一到一千万之间 每一个数的立方和 这个计算一到一千亿之间的 每一个数的立方和 请问 我这个很大 这个很大 是不是它有循环的速度 相当相当相当差呀 那么GRL会怎么着呢 你要么做这个县程里边的东西 你要么做这个 反正这两个是不是不允许 同一时刻再做了吧 那么这个时候你即使有四核的CPU 它也发挥不了它的威力 那么什么时候才真正的可以去用多线程序做 这事情呢 具有IO操作的程序 我们可以用线程来做 什么叫IO呢 所谓的IO 大家以后要注意了 这个我刚刚说过了 计算密集型 就是说的直白一点 你的程序没有延时 没有receive这种东西 听懂了吗 也没有time 在sleep也没有 干什么呢 一停不停 一停不停在做事情 还做不完了 所以说呢 这就是计算密集型 大量的时间在计算数据 那么还有一种程序呢 叫做IO密集型 密集型 那么这个时候表示什么意思呢 I表示eput O表示output 表示输入输出 直白的讲 读写 文件的读写 U盘的读写 网络的收语发 都在这个地方 这么说理解了吧 那么 因为读写 是相当慢的 CPU一秒钟 十万八千里出去了 但是硬盘 网络相当慢 那么这个时候呢 你就完全可以 用多线程来做 也就是说 同伴 直白的讲 你的程序 如果是想要来计算东西 比方说 我一点延时都没有 我想要计算 一到一千亿之间的 每个数的立方卡 已经很大了吧 需要大量的计算时间 来去计算 那么这个时候 你就不能用线程 用什么呢 这个时候用什么 这个时候有进程 我告诉你 百分之百 这个时候用进程 进进进进进程 那么密集型计算的时候 咱们就可以考虑用线程 你听懂我意思了吗 那么这个时候呢 因为 IO密集型的时候呢 因为它有数 有数 它一定有等待啊 我就可以把等待的时间 拿出来利用 那么这个时候呢 咱们就可以用线程了 那么我问大家一个问题 那么咱们之前所说的协程 你觉得它应该适合 用哪一种方式 计算密集型是Io Io 为什么不让它用来计算密集型 我要问大家一个问题 咱们后来所说的这个疾问 它说的直白一点 是不是一单线程的 单线程里边一个特点 是把这个线程 再去等待某个资源 到了的时候 是不是利用了这个时间啊 是个道理吧 多线程是把一个线程 在等待资源的这个时候 拿出来去让另外一个线程去做 那么咱们的鞋程 是不是相当于 让单线程里边 一个代码去执行的时候 说把这个等待的时间 拿出来利用 是不是去做 其他的函数里边的代码啊 所以说直白一点 同学们 你Io密集型的时候 你也可以用鞋程 但是计算密集型 咱们只能考虑用什么呢 进程 进程能够发挥 多核CPU的威力 但是你的线程 和鞋程 它只有一个核在做 听懂了吗 所以说他们占用的资源 更轻量级 更轻量级 而这个呢 每个核都在债用 那么这个地方呢 确计同办 这个地方呢 要注意 所谓的计算密集型 我给大家打个比方 大家有没有听说过 那个比特币 听说过吧 比特币好像在这又涨了 涨了四万块钱一个 好像 四万人民币一个 你懂我意思了吗 已经赶上学习房了 也就是说 如果你有一百个 可是你就是四百万的服务了 就这么简单 原来多少钱一个呢 我原来说过 好像是两千 还是几千块钱一个 去年的时候才两万多 然后 然后我在北京上课的时候 有一个学生说 东哥你买比特币了 我说我没买 他说了他有一百来个 我说那土豪 然后我说 这个时候我买能值吗 一个两万多 我是买一百个 对吧 这也买不起 如果去年买了 今年是不是可以翻番来 是吧 没有后悔要 咱们不说这个事情 万要是跌了 那么你要懂我意思 来 比特币 听说过 有没有一个词语 叫做挖矿 所有的挖矿 是挖什么 我找个山去挖矿吗 计算 比特币就是一个特殊的数值 来计算 这个值呢 是按了某个规律来计算的 这个值的个数是有限的 那么最终呢 其实这个东西 就是一个数字来标记 这就叫比特币 全球通用 全球通用 你在美国买东西 人家现在都可以问 多少个比特币 一个东西 你支付比特币就可以了 比方零点几个比特币 这都是可以买的 这种情况都是可以的 好了 那么同学 挖矿 这就是用来大量的去计算 大家有没有听说过 一件事情什么呢 京东的这个电商网站 是不是 它有个 有个什么 有个 有个规则是 我买了一件商品 可以七天五里 我是不是退化呀 现在很多人 想要去买CPU怎么办呢 普通的CPU计算能力 是一般的 他们想快速的挖矿 他得找那种 计算能力 更超强的那种东西 CPU可以去计算数据 大家你的笔记本里边 有个东西 叫做独立显卡 听说过吧 独立显卡里边的 计算能力也相当高 也就是说 你在打游戏 特别是3D大型游戏的时候 你一转身的那个过程 已经让你的GPU 应该是叫做GPU 还是叫什么东西 是吧 已经计算了很多次 最终才你的显卡 看起来它不卡 那么那些挖矿的人 怎么做的呢 京东不是有这个特点 不是七天无流退坏吗 我从京东里边去买七八个 最最顶尖的那种 高性能的显卡 买过来之后 通过特殊的手段 让显卡不再去显示东西 而是让显卡去计算 挖矿的这个数据 所以说呢 差不多 比方说明天是第七天了 今天打电话 我要退货 你们这个产品怎么这么慢啊 退货 是吧 接下来京东来上边 把这个东西去走 接下来我立马再去买七八个 所以说后来导致了京东 直接出了规定 只要是买独立显卡了 一概不退货 所以说呢 你把这个道路呢 给它封死了 给它道路给它封死了 好了 这个呢 就是挖矿用的 这就是为什么 很多人都去买设备 这个地方呢 就是想发挥多何的能力 好了 这个地方说到这 那么在这个地方 就出现了一个问题 我刚刚所说的 所有的东西 都表达了一个意思 GRL是 C语言排成解释器里面的 是不是一个缺点了 对吧 那么我怎么才能 克服GRL所带来的问题呢 知道吗 你觉得有几种方式来解决呢 第一种 那时候咱们说了 它对核心的问题 是不是叫做谁产生的 是不是解释器产生的 我只要把解释器给你换了 请问同学们 还有这个问题吗 没了 你从网上 重新当一个解释器 用这个解释器 来解析你刚刚写的这个 线上的程序 那么这个问题就接了 这是第一种方式 第二种方式 用其他的语言来实现 就行了 就这么简单 同学们 你要明白一点 它的这个 Python解释器 是否也就是说 它在解析 Python语言代码里边的 多线程的时候 是不是意味着 只有一个在执行了吧 那么我将来 我在去调的时候 我不用Python语言 去写代码 不就完了吗 也可以实现 来怎么办 接下来呢 就花一分钟 我把我毕生的经历 毕生的什么 这个这个 功力 交给大家 来一分钟 学会费语言 来怎么办 那么一个费语言 它是怎么写的 我简单说 你了解 vrm编辑的 相当牛叉干什么 它写什么源都可以 Python 只用来写Python 好了 vrm 比方说 来test.py 点c 点c就C原了 点cpp就是C++ ok 点c打开 这个地方原来写了一个 我删掉 我再给大家来一遍 vrmtest test.c C原怎么写 第一步 这个地方写上一个include include 在这个地方写上一个stdio点一次 好了 必须写这个东西 然后接下来写上一个东西叫做intman 然后呢 在这 这个不是冒号 这个写 写Python写习惯了 这个地方有个东西叫做intargc 然后有个char星星argv 然后呢 这个地方有个东西叫做return0 还有一个分号 好像是这么写 然后printf 写Python写的简直不会写了 然后hello 我转下个n 那么 C原的一般的特点是什么呢 大家可以看 这就是一个C原最最简单的hello world 分号 对 漏了个分号 C原还有分号 C原 不管你怎么写 基本上 如果你接下来想有基本的输入输出 这句话必须写 这句话 类似于咱python里边什么的 input 这句话 类似于咱python里边的input 那么这个 写上一个int 写上一个man 写上一个东西 后面一个大括号 这就类似于咱们python里边的dif 定义了一个函数 听懂了吧 C原必须有一个man函数 请问咱们的python里边必须有函数吗 你写上一个print 是不是这些大了呀 但是C原必须地有一个man函数 从man函数里边的代码开始指向 也就是说 如果你还有其他的函数的话 我打个比方 不能是dif 叫void test 那么在这个地方 来上一个printf 来上一个登登登登登 test 那么这个地方 你调用函数的时候 我简单说 你当的了解 又得加个分号 看来多种语言 就是不能混在写 否则就乱 来咱们来看账 整个程序里边 一定要有个man函数 将来C原执行的时候 先找man函数 找到man函数里边 就执行这句话 打印一个东西 打到屏幕 接下来这个是啥意思呢 调用这个函数 你没发现 思路和咱们之前写的python 是不是一模一样吗 无非是形式变化了 同没同 这个过程 你有个体会 原来语言基本是通的 它这里面有for 它这里面也有while 它这里面也有if 也有并且 也有或者的意思 听得懂了吗 也有类型转换 什么东西都有 无非是变一种花样 通这个地方 我想给大家表达第一个意思 语言只要学好一门 接下来其他都懂 就是有个特点 一通百通 就是这样的 所以说你得去学起来语言的时候 很简单 很简单 好的 那么在这个地方 我接下来这个程序该怎么运行了 这个分号写的 首先 咱们语言要来python的时候 是不是pyt一次三 然后等等等 写上这个东西 写上是不是点py 点py 是不是直接运行了 C语言想要执行 把首先第一步 gcc来编译 把它编译成一个程序 好了 没有出现任何的东西 表示成功 ls 他会在当前路径下生成一个A.out 然后 点斜杠A.out 走 执行了吧 我在执行的时候 gamer不用去写python 这是什么 注意听 废员是编译型语言 你先把你写的废员的代码 先通过刚刚我签了这个命令 把它编译成二进制 A.out就是二进制 来 VRM A.out你看 这就是二进制 这些二进制 对 咱们看不出来 因为它要翻译成这个字符编码 让咱们人看 咱们也看不懂 那么这个时候呢 有个特点是什么呢 CPU是可以直接执行的 听懂我意思了吗 这已经是个二进制文件了 那么只要执行 要写个A.out 那么这个根本就执行了 这叫编译型语言 先编译再译形 那么咱们的python语言 是属于什么语言 解释性语言 我写完了代码之后 是不是让python解释器 什么时候读一部分代码 是不是什么时候解析一部分 是不是什么时候执行 所以说还是不一样的 那么python如果想要改代码 直接一改就叫做运行 但是咱们的语言 看我说 我改个代码 你看 vimtest.c 我改个代码 我把这个地方呢 hello world 给它改成 哈哈 写这个东西 那么将来 我A.out 有效果吗 为什么呢 还需要重新编译 没错 还需要gcc test.c 走你 接下来A.out 第二些个A.out 大家看 是不是现在代码 是不是太可以了吧 那么你说 如果你要是用 肺源写的话 我告诉你 如果要是用肺源写了 一个非常庞大的程序 你光 就是只在编译 就需要将近 二三十分钟的时间 我们原来 在写大程序的时候 最终一个特点是什么的 如果你的代码 是第一次编译 大家应该知道 那个 那个叫魔方 这个知道吧 那你就闲的 也是闲的 那玩魔方吧 只要你接下来 敲了GTT 等了 玩魔方 甚至你玩了两句 就玩完了 这哥们还没编译完了 有可能是这种情况 有可能是这种情况 好了 这就是先编译 那么如果你写个 非常大的程序 用Python的话 请问需要编译吗 不需要 它什么时候 在解析的时候 是不是什么时候 翻译啊 其实在翻译的过程 其实也是在 编译成 其他的代码的过程 Python称之为 变形语言 Python称之为 解释性语言 这个地方一定要切记 好的 那么 Python学会了吧 Python学会了 不会那么简单吧 没问题啊 我原来不是给大家说过了 不要轻易的说自己精通Python 听懂了吧 不要说自己轻易精通Python 是吧 VRM 原来我说过一个点啊 如果你这个地方来上一个 X 兴兴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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兴 是吧 你就问问你同志是给啥意思啊 子真 这是什么子真呢 一个星表是一级子真 这叫两级子真 这三级 四级 五级 六级 七级 八级 九级 十级 十级子真 意味着啥意思呢 让你同志解析 你同志不是会语言吗 不是精通语言吗 让你同志解析 还有这样的 X星 什么 Test 或者是这样的 Numbers 有这样的 写上一个词 然后还有 还有这样的 还有把哪个话号扩起来都忘了 很久很久不写这个东西了 好像是这么意思 忘了忘了不写了 这叫指针 这叫什么呢 这叫指针速度 还说速度指针呢 反正有个东西忘了 还有一个东西叫函数指针 还有一个东西是指针函数 反正是相当复杂 这就是听门 轻易不要搞黑 搞黑头发就掉一大把 这是肯定 好了 我不是说咱们大家不搞黑 搞黑语言 今天而说产出比较低 我花了两个月学了个黑语言 我最终的工资比较低 你懂我的意思了吧 现在咱们中国是一个什么样 一个大的环境呢 是你不用关系这个东西 你到底怎么实现呢 你只要把这个东西 你能够做一些东西出来 这就可以了 听懂了吧 所以说我的建议是 咱们以这个话题为例 你将来工作的时候 可以自己学一学黑语言 可以自己学一学 当做内功来加强加强 别人在去聊的时候 你懂不懂黑语言 懂啊 完了 好了吗 以后就可以说你懂黑语言了 因为咱们刚刚一分钟已经学完了 那么接下来这个问题是 想要解决加强加强加强 第一种换解制器 第二种用其他语言来解析 我估计大家之前也听说过 Python是不是交回语言 什么意思 Python可以直接调用C语言写的 没问题 vimloop.c 在这个.c文件里边 我写了一个叫deadloop 叫死循环 这个应该能理解 ylo1表示咱们Python里边的ylo2 我写上一个分号 表示咱们Python里边的pass 这是站位的一个地方 说到这儿 朋友们 C语言里边才写ylo1 你Python里边写ylo2 听懂了吗 不管你之前写的ylo1 还是写的ylo2 都改成ylo2 C语言里边 C加强里边才写ylo1呢 是啊 你这个地方写成ylo3 它也是死循环 但是一般都写ylo1 Python里边一般都写ylo2 好了 请问 这个是死循环 毋庸置疑了吧 好了 那么接下来干一件 什么事情呢 vim.pi 同样大家看账 同样大家看账 我接下来做了一件 什么事情呢 我导入了一个模块 叫ctaps 里边有个东西 导入了新花 我还是创建线程 注意看 thread创建一个线程 target指定哪一个函数 请问接下来 是不是这个线程 就到哪个代码里面 去执行了吧 我指定的这个函数 是哪的呢 是我刚刚写完了 这个c元里边代码 c元里边我怎么做呢 有个readme cutreadme 一般的readme 就是不要告诉你 这个说明是什么 你把这个.c 放到这个地方来 通过这种特殊的命令 来编译 把它编译成这个.so 就是一模一样的 这个我就不给大家写一遍了 就是说 你把这个.c 咱们刚刚是不是写过 loop.c 把这个.c程序通过 这种特殊的命令 把它变形成一个.so文件 这就叫做动态库 这就叫做动态库 简而言之 这就是二进制 那么这个二进制里边 有一个函数 你可以直接掉 那么我怎么办了呢 我让mine.py里边 我指定现成 执行这个函数的时候 我让他指定 这个文件里边 这个函数 请问这个函数里边 是不是c元 写的代码了吗 那么这种时候 mine.p 你看着 我通过cdll.loadlibrary 加载模块 或者加载库 加载当前路径下的 这个.so 请问我是不是刚刚指定 那个so 加载这个so文件 这个so文件打开之后 让lrib指向它 lrib指向它里边 请问里边 是不是有个叫 deadloop函数 那每一说 我用c元写的这个文件 变成这个 我又通过它 打开这个文件 让lrib指向这个文件 然后我创建 线程的时候 去哪执行呢 去我lrib指向的 文件里边的deadloop 请问这个deadloop 是不是c元写的 我创建一个线程 去执行 然后我的主线程 请问这是啥 我的主线程 又python的循环 没错吧 现在也就是说 主线程 依然是python的代码 但是子线程 是不是已经变成 c元的代码了吧 你这个时候再看 还是两个线程的代码 python3 然后man.py 走起 前面是再满了吧 我把它根本一 ctrlc一结束 你再看看 是不是又降下来了 所以说两种办法 来解决g2的问题 就是说如果这个问题 再加个问题的话 怎么解决g2的问题 基本上两种 第一种 换python解释器 把python的解释器 换成其他语言 编写了 避免用c元的解释器 听懂了吧 第二种方案 用其他的语言 来替代将来 线程里边做的这个事情 这就是你所听说过的 这个什么 所谓的python 就是教授语言 就在这 我告诉你 python语言 还可以执行什么代码 执行java 执行c 执行c++ 执行javascript 这些语言 没有任何问题 所以说同伴 你要明白一点 是什么呢 c元它一般 只能调用c c++只能调用c++ java一般 只能调用java 当然java通过特殊方式 也能调python 但是python想调用其他语言 都不在话下 都可以 所以说怎么一个特点呢 将来你的同事 如果要是用其他语言 写的代码 你想用 直接调 没有任何问题 好了 kl呢 基本上就是这些东西 阿们 阿们 感谢观看